今天我也来玩一玩体验服 听妹妹说非常的刺激 搞得我心痒痒 所以我也来玩上一玩 好家伙 对我一进来就开始推销自己的外挂 他说哪个有挂 其实他想说的是哪个要挂 为啥这样说 一会儿他开起来就知道了 不过这个外挂仍还挺好 开局随便挑一个霸王龙基地 结果在这里待了半天才发现 霸王龙不在这里 赶紧去真正的霸王龙基地 地图上一共有三个恐龙基地 但是只有一个里面有霸王龙 那是不是意味着 之后整局游戏只有一只霸王龙 那争夺肯定非常激烈 可能全部人都会来抢 我希望新版本爆炸水晶不要删除 我用他的炸恐龙肯定很爽 看到没 四号和他在一起 已经见识到了他的外挂 所以叫他送自己一个 不是 天府开挂有什么用呀 没用的呀 来到这边 我遇到一个奇怪的时候 门口三个灯泡 我打了一个 另外两个怎么都打不过 我玩了 那我怎么是放暴龙呢 真的打不掉 接着我的外挂队友过来了 我刚说这个打不打 结果他啪啪给我打脸 为什么你可以打 但是最后一个他试了半天 你打不着 我懂了 这个有血量的 要打很久他才会炸 但我看妹妹的视频不是这样呀 懂了 有可能是改了 妹妹是昨天玩的 不是今天玩的 大门破开之后 我俩就进去 突然一个更加奇怪的bug出现了 我们被关起来了出不去 那个门又神奇的恢复了 我咋这么倒霉呢 队友想撞都撞不出去 完蛋了 我们和霸王关在一起了 难道是因为三号开挂了 官方把我们给关了起来 可是不干我的事呀 我只是一个吃瓜群众而已 更加离谱的是 一号竟然直接穿了出去 那我怎么办呢 三号虽然是卖挂的 但是他还比较乐于住人 他叫我出去 我试了他说的办法 头都撞晕了都出不去 结果下一秒 他说去开车 看能不能把我弄出来 这么善良 我不买挂的 我好意思啦 开玩笑开玩笑 咱们还是要抵制外挂的 没想到他用车 还真的把我给救了出去 这个霸王龙 看来是骑不走了 咱们从这个后面走上去 看能不能直接进入霸王龙基地 顺利不行 想要到头上 发现到这里就卡住 别上了 再上肯定要摔死 下一局 我尝试往翼龙飞上去 上是上去了 但是下车的时候 差点没把我给摔死 这个地方估计以后 老六会非常的喜欢 在这个恐龙头上面 下面的人全部看得一枪二出 又是一个烦人的老六点位 咱们去找一下 薰猛龙和翼龙 还是翼龙比较好玩 霸王龙他虽然大 但是太笨重了 翼龙就不一样 非常的灵活 飞越这个圈看一下会有什么东西 这边这个圈歪七八钮的 导致我都不能冲刺 不能在十秒之内通过 超出十秒后应该是三十个代币 你看你看我就知道 果然是三十个代币 我真服了 四号我来救你了 不要动不要动 我把你拎起来 紧承更快哦 走走走 我带你去打薰猛龙坐驾 接下来 我给你们表演一下 独门绝技 那就是迅猛龙瞬间一动 看好啦 现在我要飞到废墟的上面 当我落地之后 立马开启瞬间一动 看到没 直接回到了原地 然后开镜一看 就在那个上面 神奇吧 你要问我怎么做到的 密集只有三个字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怎么做到的 最后外观就有乱杀 圈还没刷完 就已经吃鸡了 这次更新好像又没有新武器 我还是挺希望官方出一些新武器的 好啦 我是唐欣 下期视频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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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